近期国际废钢交易冷清 报价比较不具有参考价值 封星本周的盘价顺利守在平盘位置 业界也预估由于日本2H废钢下跌了5美元 再加上中国大陆传出可能要取消了 包含了这个彭钢出口的退税 预期有利于国际钢价的回稳 感谢收看再会